西班牙第三大臣瓦伦西亚 坐落着这座已有近700年历史的天主教圣若旺唐 走进教堂内 上头的壁画是在木板上作画再粘到墙上去 创作至今已有400年历史 不过历经几百年 壁画也受到破坏 包挖上头积累了成年的岩霜 以及残存在上面的年胶 如果把年胶去除掉又不同时伤害到壁画 成了一大挑战 不过这个壁画修复团队想出其招 利用细菌来帮忙 这个细菌是在生股栽培的栽培 是那种生股栽培的 然后再生股栽培的 然后再生股栽培的 现在我必须要分析 从生股栽培的中生股栽培 画面弄这名女性 明明是修复人员 怎么好像生物学者 其实波斯克原本就是一名微生物学家 她的母亲是修复人员 她们也因此组成修复团队 波斯克首先是在细菌中 放入动物的胶原蛋白制成的胶水样本 来训练细菌 细菌自然产生了酵素 也就是铁 如此一来就能溶解胶水 团队接着把细菌和天然藻类凝胶 混合在一起 接着涂抹在取下来的壁画上 经过三个小时 原本的年交被细菌清除 化作恢复原貌 而且没有受损 母亲罗伊格表示 她们全家族都对文物修复有极大兴趣 如今女儿也投入 仿佛是家族传统 不只在西班牙 波斯克还把细菌应用 扩大到意大利比萨和蒙特卡西诺 以及西班牙北部的修复计划 他现在还要培养另一种细菌 以清除喷在墙上的涂鸦 民事新闻 林日贤 最后报道